除了Yahoo啦 除了ETT隊之外 H啦,請各位回去試看 可以爬什麼 爬一些新聞網還有其他的 OK 然後另外可以爬什麼 像現在很多人喜歡爬那個PTT 有沒有 然後甚至爬什麼 什麼D卡是不是 D卡也有 我有D卡也去註冊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D卡很多大學生 然後大學生很喜歡問說 某某老師修他的課好不好過 這老師怎麼樣 我也要搜尋一下自己 在大學其他學生心目當中的評價如何 對 OK 那也至少要知道一下吧 不然的話你根本不知道外面世界已經在改變了 你還在用自己以前的思維在看待事情 那就很 很怎麼樣 很這個落 這邊有個 世代落差吧 所以有些年紀大的人 都完全不太關心這個年輕人在想什麼 其實倒也是會有個落差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人講出來的話 他好像活在他那個年代的 有些人感覺隨時講都隨時好像有一些新的想法 OK 能不能跟上時代 有時候不見得跟他的實際年齡是相符的 像我是不斷在學習的啦 只要有機會哦 只要有新的東西我隨時我都 因為我覺得我很多東西還是不足嘛 所以我還是不斷在學習 哪怕是爬蟲啦 我也會不斷去踹嘛 像我剛剛給各位看的東西啊 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分鐘 但可能背後呢 花我很大的力氣 但是我只能講三分鐘 我可能這個題目我就講完了 但是背後呢 可能我要花很多力氣啦 所以呢 你們不要以為說 哦是三分鐘 那我花三分鐘完成嘛 沒有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盡量可以找其他的新聞網 爬爬看 那另外的話還有什麼呢 像台銀外匯 有沒有 像其他銀行嘛 像有外匯的網頁的太多了 那你們也可以去把那個資料爬取 然後做個排序 看如果他買美金的話 哪一家會比較划算 諸如此類的啦 那首先的話 剛剛那個台銀外匯 我把重點講一下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就類似長得像這樣 不過 城市其實不多 最後面的這個 其實總共的話 大概只有十一行吧 如果不存檔的話 那如果存檔又多四行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所以 第一個的話一樣的吧 我這上面的幾行都固定的 只是說呢 那首先的話呢 會多了一行敘述 這個HTML Encoding 等UTF8 這一行的話 如果不加的話 預測好像就UTF8 我這一行不加 我看一下 結果OK 印象中好像就是UTF8 不加的話也OK 所以那一行其實可以拿掉 那不過請特別注意 這一行 如果你UTF8 可以不用加 但是如果那個網頁 剛好是CP950的話 那你一定要加 如果不加的話便亂嘛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可以拿掉 好 那首先的話呢 還有又少一行 所以基本上 上面的這四行 你會看到固定班底 有沒有 這四行 REQUEST跟BUTF8 所以有些東西固定的 你就把它當成是飯本吧 直接就貼上就好了 應該知道哪邊可以貼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產生要抓的 因為剛好一個是 幣別 幣的名稱 比如說美金 人民幣 日幣等等的 然後我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Data Name 好了 然後呢 Data E的話呢 就是 它是什麼 現金買入賣出 兩個是放在一起的 然後呢 Data E的話就集齊了 買入跟賣出放一起 所以它變成一對二的關係 所以有麻煩的地方 最後呢 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一 一的話呢 是 I的話是以Data Name 為主 所以幣別 假設有30個的話 那就一 美金 那美金的話 現金有兩個怎麼辦 那我覺得什麼 第一個是I乘二 因為從零開始嘛 乘二的話呢 零乘二也是零嘛 對不對 那如果一乘二變二了 有沒有 所以零一二三四五 然後面那個是多少 就是 I乘二 然後把它加一 因為它的下一個 這個規則 就我想出來比較簡單的方法 有沒有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因為它是一對二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 我把它一個乘二 一個乘二加一 這樣結果就剛剛好抓到 它的第一個 第二個 下一個就剛好第三個 第四個 OK 你們可以想想想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我想到的是這個方法應該是 一對二的關係輸出的話是最簡便的 所以輸出的話你會發現 那就剛剛好 美金的話有沒有一個 它就對兩個 現金買入賣出 然後 機器買入賣出 有沒有就輸出 最後呢就全部print的出來 沒有問題 OK 那最後如果要存檔的話 我們就跟剛剛一樣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s 不過s的話 我這邊 因為它本身好像沒有帶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就加一個欄位名稱 OK 然後呢 並且把它串接 這跟一樣 跟剛剛一樣 s等於s加上後面的東西 但是要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換行 這個跟剛剛一樣 然後呢就把它加一個什麼 fw 物件 等於open 名稱的話叫race.csv daw.w 然後write的出去 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很簡單嘛 這我們做很多遍 我想要特別強調 因為 很多同學關心的應該是什麼 Python我要怎麼跟Excel 可以銜接的很好 我想這個應該是最簡便的 OK 如果它更簡便的 你再告訴我 我現在沒想不到 不然的話 你可能要另外再安裝一個 外部的套件 叫做pandas pandas 就像熊貓 OK 熊貓 貓熊 熊貓 它是貓還是熊 不管 反正就是一種很可愛的動物就對了 就pandas 也就是你要另外安裝一個pandas pandas非常簡單 它有一個叫做 讀的話叫read read read的後面加Excel read的Excel就把Excel讀進來 然後如果你要純Excel的話就toExcel 就toExcel 可是這兩個又要再額外安裝兩個套件 所以總共要額外安裝三個套件 才有辦法 這個可能我覺得難度又會比較高 這個是完全不需要安裝什麼東西 你只需要照之前所學的存檔就OK了 CSV差別是說你可能最後你要另存新檔才會變成Excel檔 差別在這裡 最後的話把它儲存 把它print的出去 然後並且存檔 存檔 這邊有沒有錯誤出現 在這裡 這什麼? id match id match label 這什麼? 我知道 這個 這個的階層 應該是這個 OK 把它再print一下 OK 輸出了 然後它也把它 存出來變成一個range range 在這裡 重新整理 按右鍵 重新整理一下 有了 range.csv 打開之後的話 那看一下 這樣的話理論上就可以把 我們的弊別一覽 然後再來就是現金買入賣出 集期買入賣出 就分別幫我輸出了 OK 而且在Excel裡面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所以後續 請各位再延伸練習吧 自己再去抓 其他銀行的 甚至你可以抓 國外銀行的 有沒有 就是思考點 不要只是台灣的銀行 看國外的銀行的一些 匯率波動 然後之間 到底有沒有一個趨勢 可以抓到的 如果可以抓到的話 匯率會差 如果你又 懂得槓桿的話 其實中間差價 其實真的還蠻大的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要買一些外幣 那之前是因為那個 外幣的利息其實還蠻 蠻那個的 但是最近好像感覺 全球好像都利率都非常的低 OK 好那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台銀外匯的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城市就真的也沒有複雜 主要就是那四行 再加上你要抓的三個東西 三個東西就是 城市必別現今集齊 有沒有就再加三行 後面的話就跑個回券 再存檔 其實你會發現 真的城市並不太複雜 但是可以 產生的那個效益 我覺得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學城市的話 以這個來看 這個爬蟲的城市的CP值 真的還蠻高的 如果你要懂得把很多的東西 都把它爬到 然後產生一個 視覺化的結果 其實我覺得就 相當的讓大家覺得 刮目眼睛一亮 OK 試一下這部分